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载收紮压大于的于90毫米孔柱 在正常缺压与确诊高缺压之间的缺压为正常高症 吃病的特点是缺压是稍微偏高的 各个中药脏器 比如心脏 脑 肾脏 没有明显的气质性障碍 但是容易发展成高缺压病 临床观察表明 临见高缺压约有71.5%的能量发展成高缺压 临见高缺压者最后发展成确诊高缺压的可能性 要比正常高缺压者要高去2-5倍 而正常人只有11.1% 而心血管病发症的患病率及病死率 比正常高缺压患者也该高2倍以上 使病发脑出血 脑出血栓 关心病等 以及死亡率与高缺压病人是相近的 而且明显高于正常人 由于他早吃没有明显的气质性障碍 又出发特异性的症状和体症 所以容易并互适 这种高缺压的预防 与一般高缺压是相同的 但是关键应该控制耐隐的热热 聚好每天5克以下 同时应该增加价格的热热 如多吃水果 蔬菜 此外应该坚持体育锻炼 必要的时候可以常用服务液 盖肌抗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